中国空拍记录片取景 新疆美景一览无遗 中国近期积极邀请台湾网红 附中旅游佩片大力操作 新疆美好叙事用观光旅游 名义包装带动统战 国安单位近日就发现 19号有一团新疆访团 是由马英九时代负责两岸事务的高官 召集台商到新疆考察 不过据了解这名前高官 以刚动手术腰部疼痛为由 不随团导致招团不理想 一度传出就是前海基会副董事长 高孔联 高孔联低调否认 其实从八月开始 中国台办系统就有大力找台商团体 前往新疆 虽说是要发掘商机 寻找中亚的投资机会 但国安人士分析 中国是想借此回避新疆棉 及中国原恶争议 带大量的不管是YouTuber 或者是艺人去洗白 这个中国在东土厥斯坦 对人权的迫害 把这一个路都铺好了 之后呢 接下来做洗产地 即使到这被发现的也会比较平顺 另外除了台商新疆团 还传出中方安排多名立法院 卸任官员到北疆游玩 原本主打台湾立法机构访团 但由于没有卸任立委 或重量级人士参与 最后变成单纯的旅行团 专家分析 中国是要藉由台湾卸任官员 操作统战 中共统战手段层出不穷 就怕国人不知不觉中 就落入中共设下陷阱 3D新闻 郭斯文 王益德 台北报道